PQR,S就是一个零形,U就是SR上面的一点 PR和QU相较于T这一点 题目告诉你,QR等于PT,Angle R,QU就是60度 要找回Angle QPR 这条数有两个地方大家要留意的 第一,就是QTR这只角不是90度 不是90度,因为QU就不是对角线 所以这里不能拉出交互度 第二,就是Angle QUR不是60度 有图不以为QRU是一个二collectual triangle 其实题目没有说,也证明不了 所以不要因为图图的看似,就直接说它是 我们要有些数字和题目给它的资讯出发 我们就可以看着QR等于PT 我们就在图图上设定 考试的时候,你可以用螢光笔 油了两条边墙 也可以用数学符号画两画 就证明这两条边是双等 好了,但你就知道因为这个是零形 所以外面的四条边墙都会一样 所以你就会很清楚看到原来PQ等于PT 这是一个隐藏的Isocellus triangle 你可以用的 第二个隐藏的Isocellus triangle 就是QPR 好了,最关键的就是发现这两个Isocellus triangle 集图后呢,你就可以尝试enas rows 去计算微枝数 题目找angleqpr 即是这只 我们就let这只做x set angle qpr 等于x 好了,那我们就可以用回 这个大三句 in triangle pqr 我们就知道旁边这只angleqpr 和qrp 就一样 原因就是base angles isosceles triangle 而在第二个三句 qrt 我们就知道这只angleqtp 就是x加60度 原因就是exterior angle of triangle 然后我们就考虑 这个三句 triangle pqt 在这个三句 里面我们知道angle pqt 会等于angle ptq 也都是60度 是x 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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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ets xx x cl xs xx xxs NQPR 就是20度了